各位伴友大家好 我是佑老闆 這次要跟大家介紹網印用品 是佑拜家跟台南的廠家 賓士也就是Poloply引進的產品 接下來我們還有另外一位特別版名 這次很高興可以跟板楊同光 等一下則會請板楊釋放戴上後的一些影片提供給大家參考 接下來跟拜友介紹Poloply出款的這幾款產品 第一款是面罩 第二款是眼罩 第三款是藍光眼鏡 第一款面罩它防護的面積比較大 主要是用在於保全、義工 或者是大家在電視上常看到的一些 醫護人員 及警察 會佩戴的面罩 這款是 藍色款 也就是一般款 你也可以稱為全球版 那這款 它的特色 主要是它面罩的整個面積會比較大 如果 跟我們這個另外一款 Tiffany 綠的 面罩相比 它的面罩的面積會稍微大一點點 所以如果你希望在面積比較大 你可以考慮這款 藍色款 也就是一般市場款 至於 右老闆手拿的這款Tiffany款 是Photoply特別為日本市場推出的 跟右邊的這一款 一般市場盤 它的差異 除了 剛剛有提到的 這個 透光面積比較小之外呢 另外就是在 戴頭套的這個地方 它有做一些凹槽的設計 也就是當你在配到的時候呢 它可以 貼合在一起 所以相對上來講 它這邊 的面積 會比較稍微窄一點點 你在移動 的時候呢 比較不會有碰撞的情況發生 由於這一款它的透光面積 比較小 所以有些比較嬌小的 朋友呢 在佩戴上 你在低頭的時候 就不會被碰撞到 還有 就是所謂的防霧層 日本市場款 主要是 為亞洲設計的 那右手邊的這個藍色款呢 是全球版 是為歐美市場設計的 歐美呢 它基本上他們的氣候會比較乾燥 亞洲呢 基本上呢 它會比較潮濕 所以在防霧層的部分呢 在全球版 這邊來講 它的效果 就會比較 差一點點 而右手邊 拿的這一款 則是 專門為亞洲市場設計的 那因為亞洲市場它比較潮濕 基本上就依照你的需求 來使用 另外呢 這個面罩的表面 不管是表面 跟 背面 都不建議 各位 拿 酒精或清潔容易做清洗 比較建議是使用清水 清除 面罩的表面 至於裡面這一款 剛剛有提到 它是 吸濕的 也就是它防霧來用的 它是靠著吸濕的原理 將霧氣給吸走 所以 如果你用清水去清洗的時候呢 會 將它的 防霧的效果 大打折扣 至於防霧的效果失效後 面罩還會使用 當然還是可以使用 只是說你比較容易起霧 如果你比較不建議的話 那基本上你就可以繼續使用到你覺得受不了為止 那我們現在接下來 就請板娘示範 戴上以後的效果如何 板娘先把保護膜給撕掉 為什麼板娘要特別講 將保護膜給撕掉 因為有些朋友買到面罩的時候 有跟我們反應說為什麼戴起來霧霧的 主要是 保護膜的部分呢 並沒有撕掉 所以 看起來霧霧的 所以請記得務必撕掉 防霧效果 有過國際的認證 它是有個條件 等一下我會列在 這邊好了 把板娘撕住 接下來 那就請板娘來示範 亞洲款 也就是日本市場款 所以在板護膜沒有撕掉的情況下 你可以看得到 說 看起來鏡片 跟剛剛的 那個全球版 這樣看起來比較沒有透光 那另外你可以從側面上來看 你會發現 頭罩這邊剛剛有提到的 它有一個 凹槽的設計 所以 它的面罩來講 會比較 窄一點點 那我們現在再把剛剛的全球版 馬上幫板娘戴上去一下 您就可以比較看看 另外剛才有提到說 這一款 它的 透光的面積 比較大 也就是這片 塑膠片會比較大 另外 它有個差異 就是說 因為這個是 一個藍色 一個是 Tiffany綠 這一款戴起來 其實看起來會比較親切 這款是全球版 它是一個深藍色 看起來有時候就會比較沉重 那有些朋友 他就會希望 他在面對客人 或任何人 的時候 看起來 會比較親切 舒服一點點 那他就可以考慮 這個顏色